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欢迎我国友邦宏都拉斯的最新动态 他们的总统大选当中 左翼亲中派的候选人卡斯楚 现在成为宏都拉斯第一位女总统 不过将要成为他副手的纳斯拉雅表示 新政府并不需要和中国大陆建交 美国国务院西班球的事务助理国务卿尼可斯 已经在推特上表示和卡斯楚通过电话 重申美国会继续支持宏都拉斯 不过卡斯楚之前曾经表示过 他一旦胜选就会和中国大陆建交和台湾断交 而胜传将会成为他副手的人选纳斯拉雅 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则是说 他们并不希望和美国对抗 只要跟美国的关系够良好 就不需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